大家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今天来到我们666书友会 给大家推荐一本顶级的好书 也是我们众多的书友 粉丝要求周老师必须要解读这本书 那这本书呢 叫做因梦而生 是周老师的第一本著作 第一次解读自己的书 很紧张 其实周老师不喜欢去推荐自己的东西 有一点这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嫌疑 但是这本书毫不夸张的讲 出版了这么五六年以来 真的激励了很多人 我有一个粉丝写信是这样说的 说周老师 我看你这本一梦而生 看一遍哭一遍 看一遍哭一遍 我每一次没有动力的时候 就会拾起这本书 它真的让我生起了一个梦想 它真的让我拥有了动力 所以我今天拥有了一些成就 就是因为你这本书 当我看到你创立六六书会的时候 我本想你第一本会解读这本书 但是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解读这本书 所以很多人强烈要求啊 周老师就解读一下这本书 因梦而生 为什么这本书叫因梦而生呢 因为我觉得周老师曾经跟所有人都一样 都是普通人 就是因为当年生起了一个梦想 因为看穷爸爸富爸爸让我生起了一个梦想 所以我蜕变了 我获得了心神 我获得了智慧 我获得了财富 我获得了所有一切 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 就是从那个起点 叫做梦想 人可以什么都没有 但是一定要有梦想 今天很多人三十岁就已经死了 等到八十岁就才买 三十岁那个有梦想的你已经死去 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行尸走肉 一个人没有梦想跟死人有什么区别 穷人说做人不要有梦想 反正实现不了 但是马云说 人一定要有梦想 万一实现了呢 全天下所有的成功者 他之所以可以成功 就是因为他们有了一个梦想 我是应该是开始在小学校服务上 打过工业 收过销售 爬来爬去 人家是看不起风味 所以当时想要争口气 要站个像不像的笑话 让人家看得起 梦想是一步步在改变的 因为这个梦想不能是一天的故事 这个应该 这本书是周老师的自传 可以这样讲 这本书把周老师从小 这个初中错学 进工厂 进工地 摆地摊 然后人生落魄的时候 如上家犬 然后到这个 看到穷八富八书以后 开始去学习电脑 然后做销售 然后做房地产 然后创立培训集团公司 所有的经历 真的是写进去了 而且这本书里面的脉络 其实就是两个字 梦想 这本书是周老师的一本自传 虽然这本书写得很烂 很多人都说了 老师你的这个文笔 确实经常书中有很多错别字 很多人很兴奋的给我找到一个错别字 老师这个字你写错了 因为这本书是周老师自己写的 坦率地讲周老师没有什么文化 初中没有毕业 当然了 后来周老师也自学了大学的课程 读了三年的专科 读了三年的本科 但是周老师的文笔确实一般 但是这本书虽然文笔一般 但是这本书真的可以打动很多人 为什么 因为这本书是真实的 这本书讲的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全是真实发生在周老师生命当中的奇迹 可能就是因为它平白 平淡无奇 所以它会让更多人看完以后有一种 有一种共鸣的感觉 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华丽的语言 没有那么多神奇的事情 一出生 不一般 电闪雷鸣 那都是虚扭的 没有 就是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 父亲开专厂破产 替两兄弟承担了所有的债务 本来父亲不是法人 因为两兄弟其中一个人得了癌症 已经死了 另外一个人也要得癌症 我父亲一个心软 担了这个法人 到最后被判五年入狱 周老师那个时候正在读初中三年级 然后周老师初中辍学 然后开始去打工赚钱 我记得第一份工作 是在这个工地里面上班 绑钢筋 修桥 架路 盖房子 架高压线 那两年可以这样讲 我想过自杀 因为我觉得人生没有任何意义 我看不到希望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 你们无法想象一个14岁的孩子 在工地里上班 那种感觉 每天吃饭吃不饱 睡觉睡不好 夏天热的要死 然后周老师就去到广场上睡觉 广场上到处都是蚊子咬 咬到凌晨五点钟 终于没蚊子咬了 六点钟 当当当闹铃响了 来 大家开始上工了 每天都是过那样的生活 在工地里面上班 第一年的工资是15块钱 第二年17块钱 真的是生死 真的是生死 在这个书里面 其实有蛮多小故事 是非常感动人的 因为周老师人比不好 没有写出来那个感觉 我记得最感动我的一个故事 是周老师在 这个第二年 工作的第二年 在这个工地里面上班 加高压线的那个场景 那个时候是冬天 天气特别冷 但是周老师加班 有加班费 一天可以多赚十块钱 我就加班 我们在地里面加高压线 人家农民里刚刚浇完地 然后呢 我们要从这个地里面 刚浇完地 我们穿的浇鞋 要拿着高压线拉 然后呢 去拉线 然后呢 那个地里面很多水坑啊 我们有一个老师傅 穿的浇鞋 一不小心 啪踩到水坑里 整个交鞋 全部把他腿给他搞湿了 又一个人上 啪又湿了 到最后没人敢上了 我自告奋勇 人家都告诉我说 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注意安全 然后结果周老师 还是一个不小心 踩到了水坑里面 当时我记得是 刚刚过完年 刚刚过完年 那个时候在河南 是非常冷的 零下十几度 然后这个 结果那个冰啊 一脚踩破了 然后整个冰水 全部灌满了 我整个胶鞋 一个人 那个胶鞋拔都拔不出来 因为那个水 那个吸力是很大的 然后我是等了十几分钟 才等到我的同事 把胶鞋给我脱下来 那整个腿都冻麻了 冻木了 那真的是 冻着连哭都哭不出来 在那里等了将近四十五分钟 等到那趟线驾完 然后坐着那个 露天的摩托三路车 回到我们住的地方换衣服 真的是 你无法想象一个十五岁的孩子 那种腿在那种冰天雪地的那种感觉 现在想起来都是那种痴心的痛 第二件事 在山上加高压线 山坡上 山上车上不去啊 我们人爬上去 扔一颗钢丝绳下来 一手抓着钢丝绳 一手背着钢筋材料上山 我背了两天 累到吐血 起不来 你老板要开除我 我求别人了 然后到最后就是 让我看工地 我看工地 一天多给你十块钱 你不是一天十七吗 多给你十块 二十七 啥都不干 就在那坐着看着 我一想太好了 结果晚上才知道 什么是看工地 二十四小时都在那看着 晚上 在孤山上啊 对面就是几座孤 那真的是害怕 恐惧 而且连工棚都不会搭 半夜天下大雨 我一个人在山上 蒙着油不止 哇哇哭 那个场景 让我真的是 每每想起都无比的心痛 就在那个时候 周老师想自杀 然后第三个场景 就是为了多赚钱嘛 学别人高空作业 爬到一百多 一百多米的高空上作业 挂磁壶 挂高压线 一不小心差点摘下来 那真的是差点摔死 我的师父是 直接从上面摔下来 脑僵崩裂死了 就死在我面前 你无法想象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 经历这些东西 对他的人生 那真的是一种魔力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 我告诉我自己 必须要投资脑袋 靠体力赚钱 我不要再做过程度的生活了 我要学习 我要改变命运 我把我两年在工地里的 所有积极全部去报课 上了一个电脑学校 上完电脑学校以后 又出来床当江湖 然后又出来 反正就是学了太多东西了 这本书的主线其实就是梦想 这本书讲到了周老师第一份工作 修车 修车的时候 我的梦想是将来长大以后 哇 我开个修车铺像我老板一样多好 一个月能够赚三五千块钱 那就太牛逼了 在我们那个小县城 第二份工作是去工地上班 看到我们包工头 我告诉我自己 哇靠 我能包工头 能够开上几万块钱的轿车 哇 一年听说他能够赚好几万块钱 如果我能够像他一样多好 我的梦想是成为包工头 然后后来呢 又学了电脑 去电脑公司上班 我的老板开了个公司 三十多岁 十几个员工 住的是豪宅 开的是豪车 其实现在想想 也不是什么豪车 就十几万的车 住的那个房子 在洛阳也就三十多万 但是在那个时候 周老师就觉得太牛逼了 我进那个老板家去开会 还有保安 我以为那是警察的 那个时候没有文化呀 那一看 哇靠 这个那不就电视里演的豪宅吗 我三十岁 如果能够像他一样 开公司做老板 那多牛逼呀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电脑公司老板 后来又来到了深圳 看到了我们地产公司的老板 对着几千人演讲 公司几千个员工 然后我就觉得 哇太厉害了 变成了亿万富翁 哇周老师能够变成这样的人 该多好 后来就又走进了 陈安之老师的课堂 安东尼罗宾的课堂 这个各个世界大使课堂 哇对着几万人演讲 哇我要成为超演作家 该多好 就我的梦想在一步一步放大 你们知道吗 周老师的梦想全部实现了 全部实现了 我告诉我自己三十岁 我的梦想是买房买车 然后呢成为百万富翁 但是周老师现在还没满三十 已经变成亿万富翁 已经开上全世界最好的车 住上全世界最好的房 然后三十五岁看到我的那个老板 房地产老板对着几千人演讲 我告诉我自己 哇如果我在三十五岁 能够对着几千人演讲给多好 今天周老师最疯狂的时候 对着几万人演讲 通过直播我们可以对着一百多万人演讲 全部都实现了 那么一路支撑我走到今天 其实就是两个字梦想 那很多人说老师 我怎么生不起梦想呢 梦想跟什么有关 梦想跟见识有关 周老师最开始 去到这个修车厂的时候 那我看到我老板是最成功的 我就想成为修车厂老板啊 如果我没有走出去 我们灰县的小县城 我现在可能也就是个修车厂的小老板啊 后来我去到工厂上班 我看到开工厂那个老板有钱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工厂的老板啊 后来走到了工地上 看到那个老板更有钱 我要成为包工头啊 后来又去到了电脑公司 哇IT哇高兴哇白领 哇我要成为这样的人 慢慢的又走到了甲级物业写字路 CBD中心区房地产业 后来又走到了这个会场 看到了超级研作家 就是你记住 你的梦想跟什么有关 跟你的见识有关 你一定要走出去啊 不要在家里窝着 在家里窝着永远没有未来 要走出去就像朗朗一样 对吧 大家都知道咱们这个著名钢琴家朗朗先生 从小自卑那一项学习闷闷不及格 老板看见了孩子对什么东西都没有兴趣 结果就听了一堂课 让孩子生起一个梦想 带孩子贷款去欧洲 听了一场演奏会的门票 朗朗从小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兴趣 但是当朗朗看到那个弹钢琴的上来的时候 那个弹钢琴的那个手指触碰 琴键发出第一个音符的时候 朗朗眼睛发指站起来指了那个弹钢琴的跟他爸说 爸爸我长大了成为钢琴家成为这样的人 你必须给我买家最贵的钢琴琴 最好老师教我钢琴 直到咱们一般的父母看到孩子自别内向不敢说话 突然有一天跟你说我成为钢琴家 一般的父母会怎么说 好好上学吧 把孩子给吊一顿 记住你扼杀了你孩子的梦想 你的孩子为什么自别内向不敢说话 因为你的孩子没有梦想 没有梦想就没有方向 就会迷茫就会痛苦就会成为普通人 3%的人都是有大梦想的人 当你有一个红颖的梦想 你就可以吸引无数个没有梦想的人 和梦想比你小的人来为你工作来帮你实现你的梦想 那梦想跟什么有关 如何让孩子生起梦想 如何让我们自己生起梦想 见识 没有关世界何来世界关 你走出去见识的越多 你会发现那个梦想格局会越来越大 周老师为什么能生起中国梦啊 因为周老师去到了国外 周老师去了几十个国家 看到我们中国中间这么有钱 但是还是不受外国人尊重 周老师就生起中国梦了 看到我们中国的品牌叛叛叛叛 周老师就生起中国梦了 周老师为什么不是光爱自己 而是爱员工呢 我作为一个企业老板 我会去到我员工的家里 当我住的是别墅的时候 当我看到我的员工挤着几平米的房子的时候 连空调都没有的时候 我告诉我自己 我泪流满面 我一定要让他们过上好生活 那跟见识有关啊 所以要经常见识 走出去看一看 你今天没有钱 你就要去到那些有钱的城市 去有钱的那家里体验下什么是财富 要让自己也像他们一样 能够拥有财富 你今天已经很有钱了 要去到那些你员工的家里看一看 不但是爱自己 不但是让自己生起梦想 让自己光宗妖族 还要生起一个梦想 爱员工 让员工也买房买车 昨天整个新生想集团提出了七辆车 两辆奔驰 三叉宝满 还有两辆林肯 提出了很多辆车 我昨天在群里面 我在上海演讲 我看到了我们公司 一天就提出了七辆车 我真的很兴奋 很开心 说实话 我现在买什么车都没有兴趣了 都不让我兴奋 周老师前一个月也刚提了一台车 但是我没有一点感觉 知道吗 但是当我看到我的员工提一台车出来的时候 哇 我真的很有感觉 真的是这样 那梦想跟见识有关 所以必须要走出来 当你们来到周老师会上 你看到那么多的亿万分还在学习的时候 你怎么敢停止学习呢 所以 你需要看《一梦而生》这本书 看看周老师怎么样一步一步生起梦想的 你才能生起你的梦想 当你在追求梦想道路上 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 看看这本书里的周老师 当年遇到了多大的困难和挫折 周老师是怎么把这些困难和挫折踩在脚下的 你也可以 记住 人生第一需要梦想 第二需要榜样 榜样的力量 你要找一个这个榜样 研究它 然后把榜样的这个力量用在自己身上 你才能够改变命运 知道周老师为什么第一本书要出版这本书吗 要写自传吗 而且为什么一定要在新华社出版 到目前为止 培养界没有一个老师在新华社出版 而且能写自传 当年周老师能够出这本书也是个奇迹啊 那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去找到新华社的领导 人家说你不到32多岁 你在我新华社出版之上 开什么玩笑 全中国最权威的事啊 不肯让你出 我把这个 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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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长 那个领导请到我的会场 听了我三天的课 我三天三夜没有睡觉 跟他聊我的经历 把他感动的哇哇哭 握着我的手说孩子 你这本书 我一定会帮你出版 真的是免费帮我出版的这本书 不是给大家开玩笑的 所以你们知道吗 周老师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你们知道吗 周老师在解读穷爸爸富爸爸的时候 我说过一句话 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我看到富爸爸书的时候 我不是像普通人家看了一遍 我亲手抄了八遍 我亲手抄这本书的目的 不是为了抄这本书的内容 是为了把罗伯特替清奇先生的经历 给他写出来 这本书里面有讲到 清奇九岁的经历 十岁的经历 十五岁 二十岁 三十五岁 四十五岁的经历 我把清奇的经历写出来 我给清奇画了个像 我把清奇的人生轨迹画了出来 记住 设计什么都不如设议的人生 设计你的人生轨迹 清奇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到最后的结果 我就超越了清奇 我的老师 罗伯特替清奇先生 47岁才不自由 周老师二十五岁 实现财富自由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家人 那就是 到底是一个老师讲课的 这个所谓的干货 内容比较重要 还是这个老师成功的故事 比较重要 我告诉你有时候 他的故事和经历 比他讲的内容更重要 因为他的故事 他的那个内容再好 适合他不一定适合你 但是你通过他的故事 可以理解他背后的人生逻辑 记住 学习别人成功的方法 只会让你死路一条 因为别人的方法 再好是别人的 适合他 必须适合你 适合他那个时代 必须适合你 那个很时代 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听别人说了什么 要听别人为什么这么说 他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把他背后的逻辑给触摸到 所以周老师当年花了那么大的心思 看了十几本清奇的书籍 才把清奇的人生轨迹画出来 他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我才有所成就 我就想把我的人生轨迹毫无保留的去贡献给大家 说实话 周老师 我之前是有恐惧的 我是不害怕告诉别人 我父亲有坐牢这段历史 包括我写出来 其实对他老人家也是一种伤害 但是为什么我要写出来 因为我问我自己 今天你为什么要做教育培训这件事情 是为了帮助人吗 如果真的知道的话 那你就应该毫无保留把你的精力 全部告诉我们的学员 他们才会有收获 所以说实话 周老师是一个很真的人 这本书里面的所有精力 都是周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写的 都是真实不虚的 而且周老师能够把我当年的丑闻 当年的这些挫折 和这个我的家庭背景交代出来 说实话 就是一份爱 就是一份责任 就是渴望通过这本书帮助更多的人 记住 听别人的故事 理解自己的人生 很多人看完这本书以后 都能跟周老师找到共鸣 很多学员 很多粉丝 我们视频168的粉丝也好 还是新资产的学员也好 包括我们66书友会的书友也好 很多人见到周老师就说 周老师 我跟你是一样的 你当年经历的 我也经历过 哇 他说 你这本书真的激励了我 当我人生迷茫痛苦 想放弃的时候 我就会看到你这本书 所以 这本书 是真的 真实不虚的 你们一定要买回家好好看 买回家好好看 而且要进入周老师的故事 进入周老师的故事 不是让你成为我 让你一转身 开始书写自己的故事 学习的最高境界 不是跟这个人学知识 学方法 而是跟这个人学思维 孔子有三千弟子 七十二贤人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的成就超过孔子本人呢 因为每个人都在跟孔子 学习孔子的那本论语 孔子论语是啥 是孔子那天讲课的资料 死了以后被弟子整理成书 记住 你在跟孔子学习孔子那本论语 你就在跟孔子学习孔子的知识 那我们应该跟孔子学习什么 跟孔子学习孔子是怎么变成孔子的 我们那么多人看了道德经 没有一个人因为看了老子的道德经 而得到超过老子 为什么 因为学习的最高境界不是学道德经本身的内容 道可道非常道明可明非常明 没有用 我们要跟老子学习 老子是怎么写出道德经的 我们一转身写出自己经营企业经营人生的经 所以记住这句话 听别人的故事理解自己的人生 周老师的这本传记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看 特别是你当下遇到了困难 遇到了挫折 你没有梦想 你没有动力 你一定要看这本书 这本书呢 我们把它分为了这个几个章节 然后第一章 让灵魂跟上脚步 是我听到的一个非常有寓意的一个故事 在书中会给大家去做分享 第二章 为了贫穷的父母 记住 当你在做一件事的时候 怎么做不重要 为什么做很重要 为什么就是动力 成功学创始人告诉我们说 成功最重要的不是方法 是动力 动力占80% 方法占20% 一定是这样的 一个有强烈企图因的人 这个人一定会成功 这是不用说的 为了穷困的父母 第二章就是为了让你找到你的动力 第三章 一只棉花糖的梦想 这是讲周老师小时候的故事 让你能够生起一个梦想 第四 活出个人样来 周老师活着的价值就是为了证明自己 当年虽然我被人看不起 我就要告诉我自己要活出个人样 为了我的父母 为了我整个家族 你如果有这口气 你一定能成功 知道吗 佛争一注香 人争一口气 这口气在 我就在 真的是这样 咱们古人讲精气神 气神最重要的 然后第五章 追寻适合你的路 周老师讲我的这个故事 并不是为了让你去做我做的事 而是去看我的人生规矩 走出自己的人生路线 第六章 学会销售 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如果你今天一无所有 问我怎么发财的话 我只能送你两个字 干销售 马云 史远柱 郭台铭 王永庆 李嘉诚 黄光毅 乔布斯 比尔盖茨 包括清奇先生 包括周老师 都是从销售做起的 没有销售 你的人生就是零 不管做什么都需要销售 你必须要学会做销售 你不会销售 你永远都不会成功 99.99%的老板 都是从销售开始做的 黄光毅 卖家电的 马云 卖网站的 然后这个乔布斯 卖苹果手机的 这个柳传志 卖联想电脑的 然后王永庆 卖台塑的 李嘉诚 卖房子的 都是卖的 要想学会买 首先要先学会卖 销售是七点 今天你一无所有 做销售 然后第七 世间商道 你必须要赚到钱 你不能光做销售 做销售是教你打工 赚到钱 一会儿要开始创业了 要经商 第八 行万里路 读完卷书 一定要走出去 为什么犹太人能赚钱 全世界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有犹太人 走出去 没有观世界 何来世界观 世界很大 要出去看看 真的 如果周老师当年 在这个 我的家乡创业 哇 怎么可能成功 对不对 在我家乡成为 亿万富翁的几率是多少 零 在北上广深 成为亿万富翁的几率是多少 长天啊 大地啊 说句不好听一点的 每几千人里面 就有一个是亿万富翁 千万富翁啊 所以必须要去到北上广深 这种节奏感比较大的城市 找到适合你的城市发展 很重要 周老师去了北京 去了上海 去了广州 郑州 洛阳 到最后选择 到最后选择深圳 因为深圳适合我 年轻 奔放 我爱深圳 如同爱自己 我爱深圳 深圳就爱我啊 为什么很多人赚不到钱 来了深圳 来了深圳就想赚一泡 赚完钱以后就回家 再也不出来了 你这是嫖客心理 你都不爱深圳 深圳怎么能爱你呢 你要爱你所在的那个城市 找一个适合你的城市 很多人说老师 我不能出去 我老妈在老家 接过来不就完事了吗 周老师的父母也在老家 赚了钱以后买房买车 把他们全接过来 不就完事了吗 记住 有人的地方就有家 有钱的地方就有家 这是犹太人的思维 一定要走出去 第九 跳出自己的人生 你的人生轨迹 不要把自己限制了 问很多人说 你为什么做IT呀 我学的是这个行业呀 为什么在打工 我朋友在打工啊 为什么在这个城市上班 我在这里上了学 我初生在这里 我家是这里 我嫁到这了 你的人生就是一个三角 你就把自己框进去了 知道吧 如经理之王 谁说你学了这个专业 就必须得做这个的 谁说你家人都在创业 都在打工 你就非得去 你就不能创业 谁说你在那个地方上的学 在那些地方出生的 就非得在那个城市发展 谁说的 打破吗 打破你的人生限制吗 周老师看过一个故事 就是这个故事成就了我 讲的是这个秦国的开国丞相李斯 小时候看看到自己家里有两只老鼠 一只老鼠在厕所 一只老鼠在粮仓 厕所老鼠长得瘦小 每天饿的肚子被人跑来跑去 生死之忧 这个粮仓老鼠长得飞头大耳 那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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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李斯就问这一个问题 请问这两只老鼠是能力有区别吗 选择大于努力 如果把粮仓老鼠放厕所 厕所老鼠放粮仓会发生什么事情 两只老鼠的命运会魔术般的发生改变 你之所以今天还没有成功 因为你是那只在厕所的老鼠 而我甚至在粮仓的 举个例子啊 一定要 跳出你的人生 不要给自己射线 第十寻找真实的自己 一定要向内求 找到真实的自己 成功就是做自己啊 成功就是每分钟 要感觉自己都很OK啊 成功就是一种状态 成功就是一种感觉 成功就是做自己有感觉的事 有感觉的做事 成功就是做自己 你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别人 你永远能成为完美的自己 第一 十一 新思想的力量 新思想不是我公司的广告 再也没有一种思想 比新思想 对人更加有帮助了 咱们习大大都提出新思想 新人生啊 那不是开玩笑的 必须要有新思想 你的思想已经成就了 必须得换一换 你不换 你永远只能走到以前的老路上 啊 啊 第十二 实现财富自由 像周老师一样啊 今天不再为钱所烦恼 啊 不用再看标签了 想买什么买什么 你想过上这样的人生吗 只要你想 看进梦而生 升起自己的梦想 找到自己的动力 把周老师的人生轨迹 复制到你的人生里面 开始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 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 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这本书真的 我觉得 周老师研究马云 研究史玉著郭台铭 王永庆 李嘉诚 黄光玉 乔布斯 比尔盖茨 费了老鼻子劲了 因为没有一本他们的自传啊 写马云的书都不是马云写的 我只能通过无数人分析马云的书中里面 去描写出来一个马云的人生轨迹 为了给马云画像 马云的每场演讲我都不落下 赢在中国的每一个蝶片 我全部都看完 画一个马云的像 如果让我给你们讲马云的经历 我在这讲三天三天都讲不完啊 我研究史玉著 史玉著从来不自己写自己的经历啊 我得通过他的演讲 通过别人评论史玉著 写史玉著的书来给他画个像 清奇自己也不写自传啊 他的自传隐性到了 他的那个财商的书籍里面 我得把他的书全看完 一笔一笔给他描像出来 所有的成功者都是如此的 只有周文强老师 把我的像给你画完了 你直接把这个书拿回家看就完事了 真的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2017年福布斯排行榜 在中国做了一个数据分析 中国有14亿人 超过这个千万资产的人 已经突破了将近一百多万 亿万富翁 十二万人 超过三十亿身价的人 那已经突破了两千多人 你在哪里 你在那十四亿里对吗 周老师曾经也在那十四亿人里面 现在的周老师 在那十二万人里面 我马上要进到那两千人里面 这就是我的梦想 那为什么呢 很简单 那两千人的思维方式 一定跟别人不一样 那十二万人的思维方式 一定跟普通人不一样 在座各位 没有一个亿万富翁 会把自己真真正的成为 亿万富翁的秘密告诉你 但是周老师不一样 我是做教育培训的 我是通过别人的命运改变的 我是通过别人的课程改变的 所以我就想把我所有所有成为的秘密 全部都分享出来 这就是我活着的价值和使命 周老师 二十五岁财富自由 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 创立新思想集团 创立世上集团 创立六六所有会 就是希望把我的智慧分享出去 真的 真的 周老师以前认为上讲台演讲 是最直接的方式 我讲了六年 六年我受了四十斤 没日没夜 一天只能睡两个小时 听过我演讲的人也就几十万 中国十四亿人 我告诉我自己 我累到死 我都不可能把财商普及给所有人 怎么办 我看到了世上 我看到了直播的趋势 我告诉我自己 我要把我所有的课程 全部搬到线上 让每一个中国人拿起手机 就能接受最好的教育 这是我的梦想 哪怕因此我的培训公司 每年以几千万的损失 我也愿意干这件事情 然后我后来发现 还不行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世上啊 而且很多人看完视频以后很激动 但是他没有去做啊 怎么办 需要一本书陪伴着你 所以周老师跟一法老师 又创立了666书友会的这个平台 周老师昨天刚在上海北京 讲完五天的课 今天马上马目停蹄 一晚上没有睡觉 又跑了在那里录节目 就是渴望能够让更多的人 真的改变命运 把我改变命运的书 毫无保留推荐给你们 包括周老师 又在喜马拉雅上 录专门的专属课程 成立周子学堂 录专属的课程 所做的一切就是想 挡到有一天 周老师真的讲不动了 不能再讲了的时候 这些视频还能够广为流传 能够继续的去帮人 真的 这就是周老师的发信 很多说老师 那你发信怎么还收我们钱呢 这只是个会 这只是个维护成本而已 你今天在我们666书友会 花366注册一个会员 说句不好听点的 没有利润 周老师缺你这366吗 周老师随便一个课程 最便宜的都是要几万块钱的 几十万的 我把我几十万的课程 全部放到线上 缺的是你这个366啊 缺的是你一个168啊 缺的是你一个周子学长几百块钱啊 不是的 那是平台的维护成本而已啊 我们的摄影师要不要开工资啊 我们的员工 我们的编辑 我们的文案 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设计 一个666书友会 我们光整个公司总部做技术的 就有超过将近80多人 都要开工资的好不好 一个我们市商的168 整套系统 光买服务器租服务器 买流量每年的成本都超过将近700多万 所以这只是一点点成本系统的运营成本而已 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家人能够理解 支持周老师 就是支持你自己 真的 我不缺一个366 但是你可能缺少一次视频 你把周老师 改变周老师命运的这些书 全部看完以后 真的 你的命运人真的会发生改变 我是周恩强老师 发自肺腑的告诉你一句话 赚钱的行业很多 但是没有一个比教育培训行业 改变别人命运 来得更加有价值 来得更加有意义 今天周老师 躺在家里睡大觉 环球旅游 我的钱一辈子都花不完 为什么我还要这么辛苦的去工作 发心只有一个 那就是 我真的渴望能够把我的好东西 把我的智慧传承出来 帮助更多人 你信也罢 不信也罢 这就是我的发心 我可以对天发誓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因素 我早退休了 我早年轻退休了 真的 当然了 第二个因素也是因为跟着我的兄弟们 我要让他们赚到钱 我要让跟着我的兄弟姐妹们赚到钱 我停止工作了 他们怎么办 他们很多人跟了周老师七八年 甚至十几年 虽然他们今天买了房买了车 但是还远远不够 我给他们的承诺是 加入新思想集团 加入六六书友会集团 要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周老师一样 财富自由 我对我伙伴们的吸取和承诺 是这种责任感在推动着我 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激励着我 所以希望 所有六六书友会的家人们 加油努力吧 关注周老师六六书友会的所有节目 关注周老师的喜马拉雅的所有节目 关注周子学堂的所有节目 关注视频六八周老师的所有节目 你看完以后真的会有收获 当然了 如果有机会来到我们六六书友会的线下课程 那当然更好 而且还有 看完这本书以后 看完周老师这个视频以后 打评论 你们打的评论越多 你们的评论就是在激励周老师 真的 真的在激励周老师 能够去用心的解下一本书 还是那句话 解说的目的不是让你不看书 是让你更要全力贯注的 把这本英文二生买回家好好看 而且要给自己生起一个决定 给自己生起一个梦想 找到自己的动力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们 如同爱自己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自分之为我的 因此 我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